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把香水放在車子上 你不知道香水有酒精成分 會引起火災嗎 由鳳山消防隊員飾演夫妻 宣導正確防火觀念 其中影片內的太太 還是名女逸宵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用途是 發生火災的時候 跟著傅宣大隊 挨家挨戶宣導家莊住警器 37歲陳佩琪 平常是個上班族 趁著休假投入逸宵工作 家裡面長輩 剛好身體不是很好 有時候都會有一些土發狀況 或叫救護車 消防員也都會到我們家 對 有一些緊急救護 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 陳佩琪的先生還是個消防員 他是支持的 因為他覺得你懂我的辛苦 人家我角色 其實應該是說 我更能踏實地去感受 他還是進私谷隊的成員 常走入社區 陪伴長輩 現在要把扇循環延續 影響更多人 大愛是民家新聞 王昭中 高雄報導 打拘捕 打拘捕